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 大家好,欢迎收看缠心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家庭出现这些迹象 往往是不好的预兆 发现一个也要重视了 家庭是我们修行的第一大场所 家庭的好坏和兴衰往往和我们的生活习惯密不可分 家庭新盛有兴盛的因果 家衰败有衰败的因 一切都是明明终著定好的了 顾炎武说过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一个国家的兴衰都离不开每一个人 一个家庭更是如此 一个家族的兴旺是靠几辈人来共同努力的 而不是凭集一己之力就能让家族世代光耀门美 一个家庭的成败 关键在于人的所作所为 若败 不是突如其来的 在这之前一定会出现很多迹象 提醒我们 这是一个衰败的预兆 如果能及时发现并制止 那也是家族之福气 如果不知悔改 面临的只有老大徒伤悲的结局 俗语又云 兴家犹如真挑土 败家好似浪逃杀 意思是说 一个家庭兴盛就像用真挑土 非常艰难 而败家就像浪冲沙子一样 只需要瞬间就能够冲散 正是因为 败家容易 兴家难 所以一个人就算无法为家庭创造更大的辉煌 也要尽全力守住当前正下的家业 曾经有人问 怎样才能知道 一个家庭将来是好还是坏呢 其实 一个家庭没有无缘无故的兴盛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衰败 家庭衰败之前必有迹象 福人居福地 福地养福人 再好的家庭也不犯下这些大忌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 家庭不合是你衰败的原因 家风不正为人出事就不会好到哪里去 这是你家庭衰败的原因 家德不休 后患无穷 没有好的德行住定培养不出好的孩子 没有家德是家庭衰败的原因 如果一个家庭有下面这些征兆 就要注意了 因为这往往就是一个家庭即将衰败的开始 第一 家人失和 灾祸不远 一家人和和睦睦才是一生最大的福气 家庭是我们长期生活的场所 不合的家庭财运不会旺盛 不合的家庭货端把比较多 不合的家庭口业比较重 家和财会万事兴 一家人都相处不好 怎样会有好的人员 又怎样会遇到自己的贵人 家庭中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就是我们的父母 然而佛陀也说父母是我们第一大福田 我们连自己的父母都无法好好相处 又怎样会有好的福气 家和财会一切好 家和财会一切顺 对自己的家人多一些关心 少一些自我 多一些鼓励 少一些批评 每日争吵的家庭美 有人会喜欢 家人之间多一些包容 少一些计较 多一些理解 少一些自私自利 家庭变得不合 争吵没有止境是你家庭衰败的第一个预兆 第二 家风不正 世代难安 好的家风是世世代代的宝藏 最好家风是根植于内心的善良 心有多善 你的家风就有多正 当你的家庭变成唯利是图变得没有善良 变得冷血的时候是你家庭衰败的第二个特征 佛说四十二章经 贤不可悔 货必灭己 百般算计 不如既得心善 处处刁难 不如与人结缘 一个家庭 最重要的是有一个良好的家风 厚德可载物 厚德可成家 以德传家 是新家之根本 根植于内心的善良不能丢 永保善心才会感召善苦 第三 家德不休 后患无穷 一个好的家庭是需要一家人共同的努力 作为长辈 不能不辞 别总对孩子挑三拣四 没有谁愿意被人无休无止的批评 作为父母要多去引导和教育孩子 而不是一味的评判 对孩子要多一些慈爱 但不是溺爱 作为孩子要懂得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懂得仁义理得廉耻 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守住自己的德性和底线 养好家德 父母做好父母的事情 孩子做好孩子的 才会顺顺利利 一个家庭千万不要有嫌弃的念头 第四 家败不离奢赐 于华的活住深刻的给读者上了一课 主人公富贵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一个好好的家庭被他一手拍入的狱 家有嫌妻良母 他还一心吃喝嫖赌 游手好闲 一个人过分的追求奢侈的生活 凡事都以享乐至上 就会失去奋斗的精神 一旦掉进欲望的陷阱 不仅毁了自己的事业 也有可能葬送了自己的家庭 不管是穷困的家庭 还是富裕的家庭 一个家族的教育也很重要 良好的家庭可以培养优秀的人才 曾国藩说过 家败离不得奢赐 人生衣食败露 皆有定数 但留有余不尽之意 故结时不贪 则可严寿 奢侈过求 受尽责中 未陷抱点之人的好手也 意思是 人的福报有限 能结的不贪 就可以严寿 如果过分奢侈 福报想尽了 必定福尽而死 所以我们更应该 注重人生的价值 永远保持拼搏的精神 以保家庭不会衰败 第五 百种弊病 皆从懒生 各种坏习惯 都是由懒惰开始的 意味地放纵它 只会让人迷失方向 失去自我 从而变得懒散堕落 高尔基说过 天才出于勤奋 勤奋未必能让你成功 但成功的人一定勤奋 往往一个家庭的衰败 归根结底 还是子孙后代的懒惰造成的 即使家财万贯 后代只是肯老族的话 总有一天会面 临坐吃山空的结果 不要什么事都坐享其成 选择安逸 这样只能碌碌无味地走完一生 等到后悔的时候 已是年过半百 悔之完已 一个家庭中出现懒惰之人 一定要重视 并劝导他想要改变命运 家族兴旺 就必须自己勤奋起来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第六 与邻里不和 一个家庭如果有良好的家风 那这个家庭一定是和睦兴旺的 但是有些人 不仅自己跟家人不和 还跟邻里不和 还会因为一些小事 而跟邻居之间闹矛盾 这往往也是一个家庭衰败的起因 因为要学会为人友善 福气自然也会多一点 俗话说得好 远亲不如近邻 所以跟邻居的关系相处融洽 也是跟自己相处融洽 我们不是世事需要别人帮忙 但有些时候不得不需要别人 这种时候邻居才是离自己最近的人 一个家庭在衰败之前 一定会有一些迹象发生 当这些迹象发生的时候 一定要引起重视 小小的疏忽可能会导致家庭逐步衰败 我们一要做饭防患于未然 不做太过奢侈的人 不做懒惰之人 不做不和群的人 这不仅可以避免家庭衰败 还会让一个家庭越来越兴旺发达 福气也会自然而来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缠心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分享 期待您的留言与转发 阿弥陀佛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